大家好,10月7号早上现在是8点半,纽约华人社区法拉上凯西纳大道这里发生抢劫案啊 我赶紧骑车过来看一下 说嫌疑人跑了啊,现在警察正在追踪 看是哪家啊,求人爷 哦,好像是这个花店啊,是不是这个花店我被抢 好像是这家花店被抢 不知道啊,具体不清楚 那个社交媒体说啊,抢劫的时候一把半自动的手枪放在这个纸袋里的 所以这事件是比较严重,但那警察走了啊 警察说呢,这个嫌疑人穿着一个半米色的那个慢跑服啊 就是已经跑掉了 这家卖花的了,然后呢,里面也卖一些什么水果呀 那旁边呢,就是这个 这家店呢,应该是个老外店啊 它上面没中文,它应该是卖那个水果和卖蔬菜的 还有卖一些花啊,门口摆了少量的花 它隔壁呢,就是这个华人的加油百货啊 因为现在还早嘛,现在还没开门啊 旁边是贵州花西王啊 你看,清早八成就开始抢劫啊 真的是太吓人了,还拉枪啊 给大家看一下时间啊,8点45分 你看在这个花店,哪个缺心眼的 给人家丢了一个这个不要的洗手棚啊 给人家放在这洗 真是讨厌啊 乱扔垃圾,逮得要罚款的 这边这个,这边这个共享单车啊 你看就乱放啊 这边有一台,那边有三台啊 我去前面把我的自行车再加一道U型锁啊 刚才只锁了个链子锁 着急跑过来拍视频嘛 过来把这个链子锁 你看 你看,我刚才很着急嘛 只锁了这个链条的锁 U型锁我还没锁 现在我也把它锁起来 从那个抢劫的商店过来 这就是以前的老外的连锁店啊 Workroom关掉了 好像说要新开超市嘛 但是还是没有见到动静啊 里面应该很快要装修了 这门口还停了一辆警车啊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又来了两个警察 可能是隔壁掉监控啊,我估计 等着老板开门 那这个花店它是没有监控吗 还是怎么样呢 就不知道了啊 我警察又跑到旁边那个 卖蛋糕店呢 又去看有没有监控啊 现在老板开门了啊 又拿着女警察 我现在又来了一辆警车 又来个白衣服的 白衣服是当官的啊 一个警察 两个警察 三个警察 四个警察 那边还有一个 五个警察 那个全今早 刚才那台警车走了 你看现在又来了两台 刚才还有辆当官的那种便衣警车啊 也是走了 现在隔壁这个加油百货老板上班了啊 可能警察要找他看监控啊 他是卖这个必备家家具用品的 嗨 嗨 现在是下午了啊 因为早上这个发生持枪抢劫案呢 这个商店嘛 警察在里面就不能进去啊 现在下午我进来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商店呢 以前不是华人的 现在是华人的了 以前呢是一个韩国老板的 现在卖给一个华人老板了 但是呢现在里面的收银员呢 还是请的一个韩国人在这当收银员啊 我刚才看了一下 是个大叔啊 戴着个眼镜啊 那里面卖的这个 花花草草的哈 你看就这个小店哈 这些小偷都要惦记哈 真是好缺德啊 哈喽 真是缺德哈 你说 你看这个小店早上都来打劫 打劫了多少钱呢 嗯 店员被抢了有650美元 他自己身上带的哈 然后呢 收银机里面可能有350美元 同共呢 就抢了差不多1000美元 至于那个抢劫犯 逮都没有就不知道了哈 这个大家就看一下那个报社 新闻吧 应该社区报纸啊 华人报纸会报道的哈 所以你就看嘛 就这么一家小小的店啊 去抢人家 这个小偷也是挺会看人的 因为里面那个 嗯 店员是个韩国人嘛 岁数也比较大哈 你说 也是欺负人家这些弱者哈 讨不讨厌 好 现在这辆警察走了 好朋友们 再给大家说哈 我出了一个U型锁 还有这个链子锁啊 然后呢 我又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 锁了扎轮的锁啊 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他就是一按就锁住啊 本来呢是可以锁后面那个轮子的 但是后面那个轮子它那个孔比较小哈 因为中间挡着呢 所以呢只能锁前轮啊 大家示范一下哈 看到哈 一个按啊 你看 好锁住了 大家看这是我的U型锁啊 然后又是前面的锁 刹车的锁 比如说这个自行车嘛 什么都不多啊 就是锁比较多啊 然后这儿还有个链子锁 然后自己加了一个这个大铁锁 三把锁了 纽约华人社区法拉圣凯西那大到这里 哇这个三周街喉 你看上面有多少张罚单 一张两张 三张四张 哇这个车是停在这里 死翘翘了还是怎么样啊 不可能踩这么多罚单吧 它是在这儿停了几天呀 这应该是个工程车对不对 哇真的是脏多不愁 蛇多不痒啊 三周水喉和街喉 这是一辆做工程的车啊 你看 现在全是黄层层的罚单啊 我是下地铁刚过来看到的啊 大家拍一下啊 大家要注意不要乱停车啊 现在罚的很难 对 对 对 好,我上去吧 哦 我上去吧 不过来吧 是最好的事 是上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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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大家看不准 别被打了 把脸上去吧 好呀 是上去吧 我会认识 是上去吧 我会认识 我会认识 by bwd6 by bwd6